大家好,开心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我最新看到的 就是我照常定期又看一些TOKYO MARUI的网站 最新消息就发现11月27,29吧,11月底 出了这么一个通稿,好像非常严重 一个致歉,一个道歉的声明,还有一个售后的声明 就是这个19四代,包括这个问题在之前的17四代 还有19三代上都有同样的问题 这也算是一种翻车体验嘛,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可能是来自于用户汇报的 就是这支19四代在这里 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枪在,对吧 我们已经把它在待激发的状态之后呢 你这个充满性的弹劲,如果就是你很用力的这样 就是,对啊,就是非常用力,对吧 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或者是晋级性的选手,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很用力呢,在一定的几率情况下 就会扣动后面的这个Hammer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等于导致好像是走火 还是,还是什么,有这种潜在的风险 看到,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对啊,就是这里 你会发现了,这个问题实在是,实际上真的是有的 就是你很大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对啊,正常来讲 对啊,这才是扳机嘛 所以刚才你听到,就是在一定的几率的情况下 如果你就很用力的插入这个弹夹的时候 对,它那个Hammer,Hammer好像已经完成了一个动作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在19的三代,还有17世代上,它确实也有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我就拿19的三代试了一下 我还暂时没有发现 所以它,对啊,官方这个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吧 这个通告,反正就是全日本的,我也是看不太懂 看不太懂,反正它提供一些售后的什么 公换一些零件嘛 然后它另外就提示一些最基本的操作 就是让你不要太用力,不要太大力 去插这个弹夹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属于马迹它也翻车 马迹翻车也不是第一次了 它之前在它的V10 Archer Compact 还有这个M&P9 还有就是那个Performance 这个五云上面那个版本 不在这里 那个后来它也有翻车的情况 怎么说呢,翻车这个没有什么不翻车的嘛 对吧,马迹翻车 V车也翻车嘛,这家VP9 V车也翻过车嘛,DEP 我就是首批翻车用户的 怎么说呢 就是你翻车归翻车 翻车之后,还要维持这种信仰 还有马迹信仰 这个就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我们的硬件 大概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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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